假日交通大打劫 過年恐怕更明顯 手機APP就可以檢舉違規 但想要檢舉成功 可不是人人都可以 看到違規行徑阻礙交通 卻沒有警察在現場取締 民眾其實可以透過APP舉報 拍照上傳檢舉 但提醒您違規行為必須完整呈現 發單才能開給違規的當事人 闖紅燈是動態違規 號指停止線 車牌號碼 違規事實 沒有影片也至少要兩張以上照片 違規前停哪 違規當下事實 還有違規到哪了 沒有依規定待轉 違規事實和號指 還有當下違規行為 想檢舉也要有兩張以上照片佐證 檢舉違庭車輛不只要拍下車輛車牌 還要清楚拍下到底是違庭在紅線 或者是黃線上 什麼狀況可能會檢舉不成功呢 車牌看不清 闖紅燈卻沒拍到停止線 甚至沒拍到跨越雙黃線行為 那麼就算親眼看到違規 也因為舉證不完整而白費工 重複檢舉當然不行 我們也可以申訴啊 可以看舉證的時間啊 擔心亂檢舉 警方設有門檻 違規後超過七天 重複的或者匿名通通無法成立 過年期間遇到違規亂象 可拍照傳APP 讓違規人收到罰單 達到嚇阻之效 不過要記得必須排到違規事實 才算成功 這城距宴營台北 西方報導